无量无数福德之良 杨教授还有我们诸位在座的同学 在座居士 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因为杨教授他们大概正常状态 大概他是都会密集的每个学期开一次这种课 但是同学这个课只是修一次 所以我意识当中来这里讲好多次 但是其实同学都不同 那我这次又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我刚刚有跟我们教授交换一下意见 他也已经对这个缘起信空 因为我们这是佛教概论 那么对佛教概论当中很重要的缘起的概念 做了一些说明 我来应该说就对这个说明 可以再把它更深化一点 并且做所谓的大小秤的分别 这大小秤的分别 那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佛教事实上是有大小秤的 那么这个有大小秤的分别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 其实是会有感受到的 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当我们谈到宗教 或我们谈到说佛教 什么功德会 这个时候你大概就想起说 在那个灾难的时候有人出现了 然后他就做了什么事 那我一般对非宗教徒来说 社会人士来说 他对于宗教跟他的关系 他并不在意那个宗教内容是什么 但他更在意的是宗教 在实质的生活当中 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你比如说 有没有做一些救济 有没有在社会的慈善上面 做一些什么 让你觉得很受用的 或实质很受用的这一类 那其实坦白讲 他宗教本身 他的那个价值不尽然会在 会表现在 对社会一般普罗大众的 什么样子的感受 并不尽然是这样 但你要知道 反过来说 对于还没有宗教信仰 或者稍微想到 要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讲 那到底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思维宗教 很大的一部分意义是 宗教有没有 有没有比较 没有 我们要讲 没有条件的 或者说没有目的的 他就能帮助我呢 在很大部分的人 他开始接近宗教的时候 可能他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 对于神的信仰 上帝的信仰 上帝的信仰 有一个很核心的说法 就是你只要对他祈祷 那么仰望于这个唯一真神 那真神就会应许你的祈祷 当然这坏的祈祷基本没有 但是这个不用说明 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需要这样 因为我们的很多 我们的很多需求 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会觉得那是合理的 只是不确定得得到得不到 你比如说让我能顺利毕业 你比如说让我的实验数据 能够做出来 你比如说让我的感情生活 目前或者未来顺一点 你比如说让我家庭 爸妈健康一点 要不就是让我那个怪怪的疾病 早一点好 这些都是很合理的呀 就是老病 就是生活 就是现在与未来的目的 期望 那这种期望呢 我们大家也知道 并不因为你努力就一定有 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 多一点什么外在的元素 让我们保证一点 或者多一点心理的支撑能力 那让我 我这么努力了 但不一定保证有 但是我如果再加上 宗教的什么元素的话 搞不好它会更有 这个其实是很大部分的人 在刚开始接触宗教的时候 都会有的 第一种 第一种 我们说它叫做 很现实的目的 这种目的呢 并不应该被忽略 也不需要被嘲笑 说这个好像 这种太小夹子气了 没有啊 宗教的出现或存在 或者它的流传 都是基于人类的现实需要 跟超现实需要 这两类 那么第二类就是超现实的需要 超现实的需要 其实已经过了 你们诸位这个年龄了 真的 我们的超现实需要 就超现实的 你要知道 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呢 之后你的生命大概就陷入到 现实需要的考虑当中 你已经开始知道你不小了 你不能只是在家里玩电动 玩桌游 玩手游 你已经不能这样了 你也不能够说你不高兴 你就可以耍脾气了 你开始知道你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家庭 对你周边在意的人呢 你要有责任 这个时候呢 因为要有责任 就得要应这个责任所得的 你需要得到的东西 这很现实的 比如说男生要毕业了 你一定会被问 毕业后要干嘛 当完兵要干嘛 现在当兵很短 那要干嘛 这一类开始被问 女生也是 渐渐年纪大了 就被问有没有对象 要不要什么时候结婚 这件事情呢 现在或许 社会环境 不太敢这么正面问你 但 它是存在这样 为什么 你知道你总要对这个社会 对你的家庭 对关心你的人 有所回应 因为你在承担一些什么的 当你当要承担一些什么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够在 那么的超现实的过生活 那什么时候 你是很超现实的生活呢 我告诉诸位 根据国外的研究 大概在国中时代 小学大概在四五年级之后 到国三 也就差不多在十五岁 十六十五岁以前 正常状态 就一般状态 十五六岁以前 到什么 到十岁以后 这样 这段时间呢 其实很短的 只有四五年的时间 它比较超现实 那什么叫超现实呢 你们不晓得听不听过 在早年 中国大陆搞政治斗争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叫做红卫兵 有没有 红卫兵你知道他叫红卫兵 基本上红卫兵是几岁呢 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岁数 你要知道 不是高中以后 大学 也不是那个几小学 有他们几小学叫小红卫兵 那也可能 小红卫兵呢 就是说我们讲的叫做 小学三四年级 就是大概在十岁以前 他是可以被诱导的 那十岁以后到十五岁之间呢 对生命的观察跟翻转 他需要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我是谁 我要怎样 我怎么跟这个社会 呼应的这种关系的安顿 这种年龄呢 大概在十五岁以前呢 就叫做生命的自我发掘 生命意义的自我发掘的 你的高峰期 这个高峰期 如果你不要压抑他 你适当给他发展的话 那么这是他 找寻生命叫做 超现实目的的 最好时候 那么过了这个时候的诸位 其实是已经现实了 我想毕业 能不能毕业 考试 明天的考试 这堂课对你来讲 应该算是营养学分 我们都知道 那你需要一些营养学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礼拜的 必修学分这么多 你在选修的学分当中 你需要一些 不要用 不要太用大脑的 那么又感觉 可以给你一点兴趣的 支撑的这种课程 你会来修 教授跟我讲说 在从暑假开始 一路到现在 选退休选退休的人 选修退休退休 选修选修的人 来来去去 大概有三分之一 显然大家在思维 然后最后你 你留到今天的 我们大胆的预测 两种情况 一个是你走不掉 一个是你不想走 大概只有这两种 那么这两种情况 其实你都经过现实考虑的 一点都不可耻 本来就应该这样 只是说人生的思考 有两大类 这类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 一定有关 那就是超现实的 价值性思考目的 跟现实的安顿性思考 这两类就务实思考 这两类对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这两类并没有完全互相排斥 只是你的学校大部分讲现实的 超现实的大概 讲太多超现实的内容的老师 在你心中 搞不好会被你定义为很混的老师 因为既然讲超现实 就不讲课程 今天讲什么什么样的解析 什么什么样的课程 你是医学系工学院 乃至于这个设计学院 或者是文学院 他应该有他的课程 但他摆着他去讲一些人声 他讲一些他的感触 搞不好会被同学认为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不务 不务正业 或者叫做在课堂上打屁 或者在抒发老师个人的情绪 搞不好会被你解读成这样 但唯独这个课 唯独这个课 却确净乎全部的 容许你去探寻什么呢 探寻一个比较超现实的目的 但问题是诸位呢 又到了需要很在意现实的年龄 这是必要的 本来诸位就是应该这样 我在你们诸位这个年龄 也是这样 也要考虑现实 现实有感情的 家庭的 经济的 人生未来的 事业的 将来去哪里 工作比较好的 比如说这样 我记得我当年读物理系的时候 我在大三吧 我就跑去 我自己看报纸 那个时候没有网路 我就看报纸 我在看报纸看到 这个电力公司在 那个核能 核能厂在 在征 在征这个什么呢 工程师 我读物理系是最好不过了 我还记得我去的哪里 健康路的哪里 是他们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电力公司的 那个什么大楼 我还去那里做interview 那你知道大学生穿着 都很随便了 我那天还斟酌了一下 怎么个穿法 那么我去了 是这样 那好了 就比如这一类的 所以我想这种情绪 我跟大家一模一样 可是今天这个题目 因果报应 这个题目很超现实 你知道吗 结果下一个 他说 跟大乘空性原理 哇 这就太那个了 那就太超现实了 一个是很现实的 因果报应 虽然搞不好你也不相信 那公家 我告诉你 因果报应 谁都相信 你基督徒也得相信 怎么说呢 我的双胞胎弟弟 我有个双胞胎弟弟 他是业余的牧师 注意 是牧师 业余的 业余 应该说讲师 他不算牧师 一个红讲师 他们也有这样子 因为牧师 牧师会比较 比较身份受局限 那种红讲师 就是说去见证 叫做社会贤达 他去做见证 我弟弟算是那种人 双胞胎弟弟 搞不好你们还读过 他的那个什么 科学实验的补习班 黄刚 有没有认识 黄刚 黄刚 你认识吗 你真认识 你北部的人吗 你南部的人 但是也有这种课程 在南部开 你看过吗 他就是 我那个弟弟是 后来专门教 比如说国中小学生 做DNA实验 这很高阶 然后他要带着同学去参加 现在有的那个 科技三人比赛 那是我弟弟 那有一次 他是基督徒 有一次他跟他太太来 我这个南西万佛寺 然后就聊聊了 然后就 奇怪 他们跟我聊天 当中百无禁忌 就聊到在教小孩 因为他那个女儿 正在 那个时候正在叛逆起 那也就问我说 你们佛教怎么看了 怎么看了 这样 大概就这样 这样之后 这样之后呢 然后就谈到他很爱 他在 我 我那个弟弟 有时候会在我面前放散 他就 他就跟我说 我就跟他讲说 那个小孩子要教好 夫妻的关系 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 师父虽然没有去结婚 但过去也有些经验 这第一 第二 我们有很多信徒 信徒来了的时候 带了小孩来 爸爸跟妈妈的口径 就不一致 然后来问我说 这小孩子怎么教 怎么开导 这个小孩 那你就 师父就夹在中间 很难 爸爸这个想法 妈妈那个想法 乃至于他们彼此之间 是变成伙伴关系 不是伴侣关系 诸位这样了解 师父当时很敏感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那个小孩 你那小孩现在在叛逆期 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面对叛逆的小孩 可能爸爸的看法 跟妈妈的看法 那个教导的方法会不一样 那如果你们从情侣变成什么 变成伴侣 然后最后变成什么呢 夫妻 夫妻之后又变成了亲戚 转型成亲戚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稍微冷了一点 那个带了一点腻的 黏腻的感觉没有了 看在儿女眼中 他们国中小孩子是很敏感的 那么他会觉得 爸爸不爱妈妈 妈妈不爱爸爸 或者是爸爸妈妈的感情不太好 然后他会觉得很迷惘 这个时候他也会反弹 只是他不想跟你讲而已 我有这样讲一下 然后我那个 我那个 我那个 基督徒的双胞胎弟弟就很敏感 跟我说没有啊 我超爱我老婆的 哇开始放伞了 你懂吗 我超爱 然后当他讲我超爱两个字的时候 我看到他老婆露出那种 西爪 那种 那种 那瞎掰 那个骗失误的 那种感情 我瞄一下 我当作没看到 然后呢他为了 我弟弟为了加强基督徒 他还在什么样 他还是红讲师 然后很强烈的 他为了加强 因为我既然瞄到他太太那个眼神 他太太那眼神也不是恶意 也就是啊 吃老公者莫若欺 那种感觉 不要再死 不要再死 死吹这个 这种什么宣誓效忠的这种 这种口吻 意思还是这样 那我当看到这样 我就夹在中间 我就不能表现的 对我弟弟太相信他的话 我就说 哦这样啊 我就这样而已 那我那个弟弟一听 我好像带保留 他就更加的怎么样 更加的证明给我看 这时候我就要说明的因果报应 我就开始要说因果报应 他证明给我看 他就当着我的面了 他跟他太太说 老婆 你想他这辈子还要当我老婆吗 这样 意思也就是说 师父没什么事 师父不太相信 那好吧 我现在就马上当场问你 显然他们没有套过招 你懂吗 所以他老婆在第一时间就说 不要 第一时间 想都没想就说不要 然后我一下 他尴尬我 我看尴尬 我招谁惹谁了 我又不是要做身份 身份探查的 本来是谈他儿女的 什么时候变成 问他的感情状况 这就是报应 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知道 这里不晓得有没有基督徒 我们知道基督徒其实是 人往生之后 是到哪里去 上帝那里 就回到上帝那里 是没有你未来 你要不 你就要受审判 要不 你就是什么样了 上帝的子民 基本上他是没有轮回观念 这样了解吗 是没有轮回观念 什么时候还有所谓下辈子 你当我老婆 既然大家没有轮回观念 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跟制造的 我们基本上 为什么基督徒在一定意义上 不容许离婚 因为他们认为婚姻是神圣的 最近不是有 我们才刚通过的 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同婚法的什么什么吗 里头呢 其实还有很大部分人 对天主教 不接受所谓的 所谓的教廷梵蒂冈 所认可的婚姻 你要知道 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的婚姻 都在梵蒂冈做成记录的 那叫做神圣婚姻 这种神圣婚姻只有什么 只有梵蒂冈他认知的婚姻叫婚姻 其他的叫做民事结合 民事结合的意思就是说 人间的法律说他们是夫妻 那我也管不着 但我在梵蒂冈是不承认 所以我们说那叫民事结合 而不叫婚姻 婚姻这两个字 在基督的世界里 其实是一个很神圣的 上帝的意志所配好的 所以他并不关乎你自己的努力 那是要感恩上帝的恩赐 但显然他要超越上帝 先跟老婆约定下一辈子 那当然这可能是冲着我来说 我相信他的宗教信仰没有问题 只是我告诉诸位说 因果这件事情呢 是不关乎哪一个宗教 怎么说呢 我请问你祷告有没有用 祷告为什么有用 因为祷告是因 神的应许是果 那你说努力有没有用 我不敢保证你的努力有没有用 因为你的努力是你的说法 到底你是一天读三小时书教努力 还是读六个小时书教努力 谁晓得 我怎么能够跟你讲努力有没有用 可是你一定知道 没努力一定没用 对吧 是不是这样 可见 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 但不努力一定没结果 这里头隐含了什么 隐含了你不假思索的 就相信了一个因果律 科学上面说多少的动力 多少的物质 多少的什么能量给予 它就产生多少的反应 比如说物理 我们读物理系的都知道 要研究那个次粒子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给它外在的能量 让它去碰撞 碰撞之后 它在那个什么气泡室里头 所表现出来的轨迹 那就是它的结果 这个轨迹一定要相应于 给予人外在力量 力量越大 它的轨迹就会有特别不同 这就是因果 所以因果在科学 在人生 在各种的宗教信仰当中 其实它都一直存在着 只是因果怎么认定 这就牵涉了两个事情 第一 是佛教的认定 还是一般非佛教的人本 一般的非佛教的认定 这有稍微不同 第二种不同是 就算是佛教的认定 我作为一个大乘师 我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后面那一段 所谓大乘空性的原理 那叫做大乘的因果律 那就又有些不同了 所以因果律说起来 简单到你可以不用去读它 你都大概会知道是有因果律 就像我那个弟弟一样 他多少还是带着一个轮回的概念 下辈子要不要嫁我 这种概念 当然基督徒或许在某一些教派当中 他在这方面是容许的 也说不定 这个我保持尊重 那我也不会评论 只是说他就讲了那样话 也可能是冲着我讲这个话的 但无论如何 这种轮回概念 下辈子的概念 也是因果的一种 为什么呢 在佛门当中 是有所谓的轮回跟下一辈子 他认为人今天这个样子 不是由一个外在的神 来给予随机制造的 不是 他是你制造的 就是你 在时间的流转当中 过去的一个你 来创造 不是创造 过去的你的所有的一切作为 形成了今天你的样貌 他可以维系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维系到你鼻子的高度 眼睛的大小 眉毛的粗细 都在内 也就是外表 到你的内在 你的思想 到你的健康 你的男女长相 性特征到你的家庭背景 甚至于家里 从你的家庭背景 到你的国家背景 都是你造的 换句话说 投胎在哪里 那么从今以后 你怎么生活 一定意义上都跟你的过去造作有关 这个叫做佛门里头通用的因果 这个因果就渐渐的跟科学的因果就剥离了 科学的因果呢 近乎只谈着物质性的 客观的东西 他对于人类自己生命上的因果 轮不轮回呢 科学他 他认为无法实验 所以无法验证 因此没办法说他叫科学 但他不意味着 他是或不是 科学之所以叫做科学 不是 他的认定是说 他有个标准的 叫做什么呢 可验证 可客观验证 不同的时空当中 用一样的条件 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而且被任何人 任何人 只要他读得懂 都会读懂这个结果 主要他知道 他要去做那个实验 他可以重复做那个实验 这样子他叫做科学 我自己物理系我当然知道 这叫定义 但这个定义就狭隘化了 找寻真理的什么 这条件 请问我们 我们能不能去实验 我的阿公 是不是存在 不需要实验 我的存在 我的祖父就在 这不需要实验 这也不需要去客观的 什么操作跟计算 可是问题来了 我过去什么想法 我怎么去计算 说今天影响我 我冥冥中 会觉得它影响我 但我能计量化吗 我能跟别人证明吗 难了 这就难了 但是我们明明知道 它有关系 可是你就没办法用 所谓科学标准 去跟第二人讲 你比如说 有的人天生 很小心 对于男女朋友 或者是夫妻 这种关系 非常的多疑 非常多疑 那对另一半来讲 是很痛苦的 可是你要知道 他过去就是因为 他的爸爸妈妈 在婚姻当中失败 要不就是他那个爸爸 太爱讲谎话 对不起啊 我没有 如有雷同 纯属意外 他的爸爸 他爱讲谎话 然后呢 他从小 站在妈妈这边 望着爸爸呢 觉得婚姻 好 好虚伪 爱情 好缥缈 但是他又不可能去 没有婚姻啊 等到他开始 面对感情的时候 他就有那种印象啊 他明明知道 有这个印象 可是他知道 这种反应 跟别人不一样啊 别人 他的男朋友 可能往 拿个手机 稍微瞄一下 然后就塞进去 或者微笑一下 或者在旁边 回答一下什么 这个女孩子就会 哇好怀疑啊 你是跟什么人 你跟谁 这本来是一个 很正常的私人 社交 可以把他膨胀成为 不可抗拒的 恐惧未来 别人不会啊 他会 这是不是因果 是 但是能计量吗 不能 所以诸位 科学的计量法 是不是完全符合 人生的样态 这第一个 怀疑 能计量能重复吗 他明明就是一个因果 的关系 可是他有时候 没办法重复实验 给人家知道 有时候没办法 你说 这样一个人 有那个过去 所以他今天 对情感 很 很小心 或者叫做 很嫉妒 或者叫做 很惶恐 但是有的人不会啊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他的家庭 其他人给他的爱 超越了 他爸爸跟妈妈之间 婚姻失败 所造成的 或者就不要讲超越 平衡了 那个婚姻失败的样子 所以在他的因果上面呢 他后来长大之后 跟别人的相处关系 就没有那么样子难堪 这也可能啊 但你能计量吗 难 很难 即便是社会心理学 到现在 也没有要对单一个人 进行这种计量 但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禅定当中 你可以怎么样 你几乎可以 真的像电视演的一样 穿乐剧一样 你几乎可以 直接回到那个过去 去观察他 我最近有个信徒 他跟我说 师父 你讲那个因果 我完全相信 因为他是 他是一个特殊的人 他是一个妈妈 应该有 我看应该有六十多七十 但一生生活 看起来算平衡 他说他后来都是 专心教小孩 四个小孩都成才 三四十岁 然后都在外面工作 你外面看都是很孝顺 可是他说完全不是这样 他说他有一个小孩 他有一个小孩 曾经在高中 国中一代时候 非常之叛逆 而这个小孩子 在国中之前 就天生的很乖 可是就开始叛逆 他都不知道怎么办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宣称说 他可以跟他四个小孩 坐在这里聊天 无所不谈 谈交男朋友 女朋友 讨论男朋友 女朋友的关系 等都可以的 近乎无话不谈 所以这个妈妈 基本上成功 但是他说 即便是这么成功 也曾经在国中 他的一个第二个小孩 几个小孩 曾经失败 这么失败 就这么难堪的关系 但是注意 你注意听 有一天 他是已经信佛很久了 他就可能是有送地藏经 地藏经这部经很特别 这部经他宣称说 他是基于一个女儿 对母亲的孝思 以及女儿对于母亲的救济 因为母亲做了坏事 做了坏事之后 受了很大的伤害 他基于这种 想要救把母亲的用心 结果他 他进行了很多的修行努力 他在描述这个事 最后就描述了 他成为地藏王菩萨 这地藏经 地藏王菩萨 这位菩萨 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这位伟大的菩萨的过程 或者说他的意思 只有三卷而已 讲的其实蛮 蛮白的 很白 大概任何人 一手拿起来 你大概就会读得到 就会读得懂 百分之七八十 OK 好 那么这部经里头 有一个特别的感应 感应 什么感应 《诵地藏经》 可以知道 将来可以产生宿命通 也就是说 对过去的自己 遭受了什么 会有一点通 会知道 那这位妈妈到底有没有这样做 我不清楚 不过这位妈妈很特别 她说 她说她这个儿子 就这样莫名的变得很坏 她用尽了很多方法 都很难缓和这个紧张的关系 在国中的时候 小孩子国中的时候 后来她就 她就诵经 一样念佛 一样就做她的修辞 就是家庭主妇 可能有些小部分的时间 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 她就梦到她那个儿子 从外面走进来 外面走进来的时候 一个人 大人在门外 然后走进来 走进她家的门的时候 变成小孩 一看就是她那个 就是她那个正在叛逆的小孩 然后就从袋子里 拿出一把刀 说她要报仇 然后就对着她 然后她在梦中 她就这样想 她就这样想 她说 我这辈子 本来是可以去上班 做小姐 赚钱 但是你爸爸 要我好好的这样 在家里带小孩 我是尽心尽力带你们 我这么尽心尽力带你们 我这一次对你们没有亏欠 但如果是过去亏欠 那你要杀我 终究你是我儿 那我欠你的 好吧 那就让你杀吧 他就想了这样 就算了 没有什么恶心 没有什么对抗 也没有什么不满 恨都没有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这样杀我 你算老几 你太过分 你可能会恨 要不就觉得 好悲惨 这一类的 哪里 你觉得很悲惨 也是你委屈 他不觉得委屈 他觉得 好了我接受 这个我接受很难 因果的第一个现实意义 就是我接受 你要不懂因果 你就会这样问 为什么是我 你就会这么问法了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一个故事 他就是这样问法 那你如果懂因果 那你就知道 那势必是我的因果 这个妈妈在梦境中 自己这样告诉自己 然后那个儿子呢 外面是大人 他认不太出来 走进来一看 就是他儿子 这是有一个意象 这个意象是什么 这个意象就是 过去他跟这个儿子有仇 走进来之后 刀子拿出来 就要刺他 他就放下了 这一放下了 一刹那 他真的刺过去 就刺到他肩膀 没有刺到他心脏 你看这里这里有点距离 有点距离这样 就刺下去 刺下去 梦中就醒来 醒来全身一把冷汗 一把冷汗 他觉得 如果真的我欠人家 我也努力了这么多了 还要还的话 那就还吧 他打算说这个小儿 不晓得过去跟他什么姻缘 他已经依稀有概念 那好 算了 我放下 他继续对我不好 大概也是我惹来的 他就这样子 然后就继续睡 其实没事嘛 在梦中而已嘛 他说很神奇 第二天醒来之后 他儿子像坏了一个人一样 这没人叫 儿子嘛 你说会怎样 他也不打算怎样嘛 就很正常 很孝顺 他说孝顺到现在 而且家庭很美满 跟他关系就很正常 就一般觉得 会让人家羡慕的那种关系 诸位 业是会增长广大 我跟你的业 业就是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在过去已建立 并不等于不能改变 佛教对于因果 轮回这个观念 最殊胜 也最应该给年轻人 跟现在地球上的知识分子 或人类 能够在意并且接受的 在于没有什么因果 不能转变 只有力量大跟小 方法对跟错 时间够跟不够的问题 像刚刚这样子母子的关系 他其实是方法对不对 因缘时间够不够 这样子而已 已经到了他疑惑的状态 他近乎是自我催眠 然后进入到理解这个因果 轮回的关系 所以诸位 因缘果报这种概念 这个思想一定过去所造 分毫不会少于今天所受 今天所受的情况 都是过去你的身口意 造作之后堆叠出来的 大数据的结果 简单讲就是大数据 他不是单一因单元 不是 比如说 我对这个人 我曾经过去骂过他 害过他 但也曾经爱过他 假设是这样 夫妻嘛 很可能是这样 又爱他 又恨他 又骂他 又疼他 又习他 很可能是这样 然后就恩怨满腹 但也爱浓情蜜意 今后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跟这个人的关系 是好若坏 是近若远 是强若若 然后呢 有时候又是竞争关系 有时候又是一个 相互依存的关系 而且依存起来又觉得好自然 为什么 因为你们曾经有过这一类的关系 那今天两个人变成都是男生 或都变成女生 他不一定是同性恋 但都变成是有伙伴关系 他就可能是这样 反之 曾经是伙伴关系的 当他的因缘变成男生 你的因缘变成女生 你们相互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从过去的伙伴关系 渐渐的 以及基于伙伴的熟悉 而形成了 你们这一次男女的吸引关系 会觉得 哎呀 你怎么想法都跟我一样 我们两边讨论 怎么你喜欢看的电影都跟我一样 你怎么 你喜欢吃的乳肉面也跟我一样 就假设这样 那这些你会觉得好意外啊 不意外 都是堆叠出来 堆叠出来 其实讲到更悬一点的 你我今天 你诸位会坐在这里 而我会在这里 乃至于有这么一位老兄 从头睡到尾 这样子的 也没有问题 你懂意思吗 那也是有缘的 你要知道 浩浩成大几万人 我记得两万嘛 夜间部这样 也不过就这几个人 坐在这里 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事 区区一两个偶尔去睡觉的 小case 我们只要看得懂的话 就知道 本来英文就不会一样 但就算这位同学 也一定跟外面的同学 跟我的关系比的话 一定是非常的亲近的 跟外面比 他跟我的关系还是很亲密 这样诸位了解吗 讲悬一点其实是这样 一切的行为都有堆叠的意义 但他不是命定 他也不是机械性的一定怎样 这是佛教给人类最重要的启示 也就是过去有因有缘 但今后怎么样 你仍然有绝对的自由意志 可以调整 因为既然过去是你造的 那未来你也可以造 只是方法要对 态度要对 时间要够 timing要对 比如说什么叫timing要对 你正在发病的时候 你就应该检查 改变生活状态 调理身体了 你都已经让他发病 发病到不可逆了 然后你才说 我可不可以努力 可以下辈子吧 你懂吗 已经到了癌士期了 都已经溃烂到回不来了 那就对不起 那就已经因果 那叫做果报现前 已经是果 已经是果报 果了嘛 我问你 它都已经长成香蕉了 你要让它变成橘子 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它都已经 这样讲有时候难以批语 它都已经是长成粗梨子了 你要让它变成水梨就很难了 可是如果它还没有长成粗梨子 粗的梨子 出来啊 粗的梨子 我把它结枝 然后我把它结一个枝 结成什么呢 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二十四季梨啦 那种水梨结上去 它将来长出来是 有粗梨子的健壮 有水梨的水嫩 这就可以 可是你不能让它不动作 你就让它都结成粗梨果了 粗水梨的果 而不是那种所谓的那种细 高山细梨子的果 那当然就不行 这叫做timing要对 如果佛教要教你 佛教对你最有意义的事情 就在这件事情上 第一它告诉你 这些因果它必然的会发生 如果你对它都不理不睬 我们说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理财也是这样 钱就摆在那只会越来越小 为什么呢 因为通货膨胀 那你如果进行投资 那好歹嘛 涨利息涨得快一点 快过通货膨胀的速率的话 那你的财富才会增加 这是因为你在对的时间 早日投入理财 那你才能这样做 你要晚就不行了 这些都是用时间堆叠出来 你要知道 夜也一定从时间堆叠出来 这个很重要 这第一段我要告诉诸位的是这个道理 这是通于大乘跟小乘 但它跟大乘的空性到底什么道理 我们是二之一啦 那第一这一次的上课两堂呢 我们还不会谈到跟大乘的关系 但我们必须谈大乘跟小乘都共有的关系 是这 先请先记得 我说过因果关系通于非佛教徒 通于所谓的科技人 但它不必然 不必然是跟佛教讲的因果关系那么一致 科学上的因果关系 因为要讲求计量 讲求重复 但是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因果关系 其实是个人完成的 它一定跑不掉 但很难用所谓的计量法 去做客观证明 但你一定就在你的因果内 第二 第三是 命既然是你造的 你也可以改变它 但是佛教在这里头告诉你的事 要用什么方法 什么心态 什么时间段 这样去做才可以改变 这个是他佛教要给世人 最重要的一种提示 那这当中到底有没有神的运作 有没有佛的运作 那大乘跟小乘又要什么样关系 这我们会在 应该是下一个讲次才讲到 我们在下一堂课 我们继续再说明这方面的道理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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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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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哦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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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李宗盛 哦 李宗盛 李宗盛 哦 李宗盛